下班后这群在大雅电线电缆公司官庙厂工作的同仁 组成了电线安全教育志工队 在职场上他们都是从事电线生产与研发工作的专家 下班后他们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组队来到里长家报到 102年7月18日 台南市官庙区北花里里长得知这群电线产业的专家 要和消防弟兄一起到村里来进行防灾教育宣导 马上透过里办公室的广播系统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官庙消防队 官庙消防队带到我们台阿电线电线 台阿电线电线的目情 要来我们中正路 中正路要来做安转用电 安转用电 资料 以及防灾算得 防灾算得 防灾算得 稍等的呢 有非常 这个这个志工的 因为到我们中正路 中正路来做这个安转用电的算得 大亚电线安全教育志工队 深知防灾宣导工作 关系到邻里的安全 他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提供民众居家用电的安全尝试 讓接收到訊息的居民都聽得很認真 像說你這個延長事務 延長事務的部分 如果要用的時候是希望你一條延長事務用一個電器就好 別說一條延長事務用幾條電器 沒有這條延長事務有時候我們用電會不會蓋上 有什麼影響 第三就是說 我們在炒褶炒電的時候 我們要塗過比較久 也說炒一半 炒一半有時候因為我們久不去看的時候 它上面這間人 電線專家原本埋頭在自己的工作領域裡 不但需要直接面對民眾 現在為了讓村裡能夠提升使用電線的正確觀念 志工們接受了解說宣導與民眾溝通的訓練 從生疏到熟悉 家家戶戶的宣導 街頭巷尾的解說 獲得很多民眾的支持 因為我們本身在電線電染業 對於這方面用電安全用電線會比較了解 想要說自己有這個專長 然後如果可以提供給社會 然後遇到需要的人 需要問我 他有什麼不懂的知識要問我的話 我還可以奉獻自己小小的所學這樣子 消防弟兄則是開出了消防宣導車參與大雅志工的行列 一起提供家庭用電安全與住宅防災的教育 對於大雅電線安全教育志工的表現高度肯定 因為有大雅志工在出來協助我們一起做這個防火宣導 那對那個住戶他們對這個防災知識都非常有幫助 那我們平常我們也對這個防災的部分 我們也做了因為平常都有在做的 那做的也是還是不夠 那非常感謝那個大雅公司 就是這樣大力的來協助我們 那我們一起來做這個防火宣導 下班後從萌萌細雨裡的昏暗天色 到華燈初上的夜裡 電線安全教育志工成功的 將防災觀念推廣到社區 對鄰里安全有很大的提升 台南電線電源在我們官廟區裡面 是一個非常優良的這個企業公司 那麼他可以在這個下班之後 用這些志工來 要說得快一點就是回饋我們官廟區 來教我們的李民如何使用安全的用電 配合官廟消防隊來做一個防火宣導 我覺得這鄉府鄉城實在有夠讚的措施 大雅公司對周邊環境與村裡居民的關注 除了在善盡一個社區成員的責任之外 更希望將專業帶入林裡 把電線安全教育宣導的工作 當作一項常態性的服務 他們認真又誠懇的態度 獲得居民的熱烈喝彩 這邊OK了嗎?OK 我們的原牆線都受光光了 個地方得熱錢 謝謝 來接受你們的宣導 謝謝 謝謝 Neither 謝謝議長 我們要感謝議長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會回到我們辦公室 大家辛苦 我們現在的志工 消防隊大家辛苦 謝謝大家 為我們北花里的宣導跟照顧 謝謝